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殷琪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中国电影人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等多重困难 为观众带来了金刚川 最可爱的人 英雄脸等多部影片 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致敬 近期 电影金刚川在全国各大院线上映 引发观影的热潮 广虎 郭帆 陆阳三位导演分别以高炮手 飞行员 步兵三个视角 完成了三线并进的叙事 让战争影片的呈现更为立体和多样 今天的十分深度 让我们一起走进金刚川的创作幕后 正在热映的电影金刚川 以抗美援朝战争中的1953年金城战役为背景 从三个视角围绕我军修桥 美军炸桥 来讲述志愿军战士们 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 以血肉之躯顽强拼搏的英勇事迹 影片上映十天票房达七亿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以往的战争片可能更多的是大场面 然后这次从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我们会感受到兄弟情啊 还有他们当时真的不怕死 保卫家园的这种感受 所以感受会更深一些 我是一个军事爱好者 大家都知道军事爱好者对军事点都非常挑剔 这个部电影可以说超出我的预期 围绕一个桥去讲成这个故事 他的这个创作手法比较新颖 突出了解放军的大五位精神 和顽强的作战意识和志愿军的使命感 抗美援朝的时候 志愿军回国的时候 我是初中生 还到丹东车站跳朝鞋舞 欢迎他们 我刚才看到这个特别激动 因为他们演得特别真实 飞机轰炸我们都经历过 走出影院的观众都纷纷表示 自己有被影院中志愿军们钢铁般的意志 和不屈不挠的抗美援朝精神所打动 业内专家认为该片最大程度的 在线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 同时影片所呈现出来的特效技术 和电影质感 也充分彰显了近年来 中国电影工业所取得的 长足进步和快速发展 金刚川这部电影 是以精神战役的背景 它是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 最后一场大规模战役 那么它选择这样一场战役 因为背景这个深意就在于 和平是用胜利者的胜利而换取的 没有顽强的作战 哪来换来和平 这部电影是虚构的 他们里边所表现的所有的背景 人物情节甚至细节 都是从生活中挖掘出来的 电影金刚川从士兵 对手高炮牌三个视角 呈现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 誓死护桥修桥的壮烈场面 三个视角相互交叉 又彼此呼应 这就需要影片的三位导演 各司其职 既分工又合作地 完成这部影片 管虎作为金刚川的导演之一 最早参与到电影的剧本创作中 在管虎看来 抗美援朝战争最后能够赢得胜利 凭的不是武器装备 而是勇气和牺牲 那些不被常人看得见的牺牲 尤其动人 朝鲜战争我其实是准备了很多年了 特别希望一个充裕的机会 去拍一个画卷一样的大点的 但这次稍微有点紧 就选择了一个 其中感兴趣的一个点 这个我觉得是 单位时间的状态之间能完成的 而且小切口大关照 有可能会起到特殊效果 我从业以来 第一次遇到这种五千人剧组 四个团队 基本上是中国电影新经验 也是我个人的新经验 所以它最后就打磨成 你中有我中有你 互相混杂 基本上拧成一股神 在绣春刀中 展现了对人物状态 精准把控力的陆阳导演 这次主要负责影片 第一个段落士兵的部分 金刚川的外景拍摄地 选在了辽宁丹东 与朝鲜溢江之隔 这里的气候条件 与自然环境 同朝鲜的金刚川颇为相似 陆阳主要负责江岸树林中的 志愿军步兵行动 以及爆炸场景 丹东其实在夏季的时候 多数是阴雨天 我们当时是在 那个鸭路江的一条支流 叫爱河流域来拍摄 我们要在一条河上 选出几个不同的位置 只要看见它是同一个景 但是就是带来问题 比如说可能这个景很漂亮 拍摄了也会满足的要求 但是可能操作上很难 比如说对面 我们要拍上夜戏的话 我们需要去打光 可能需要在河对面的山顶上 那个山可能也不高 200米高左右吧 但是你要是想把设备运上去 是很难的 你还要保证所有同事的安全 在这样一个雨季的环境里面 但是大家都会去找出方案 找出一个安全的可行的方案 去操作这样的事情 凭借《流浪地球》 打造出中国顶级视效团队的 郭帆导演 这次主要把控影片中 美军飞行员的视角 负责影片第二个段落 对手的部分 在正式开机前 郭帆已经完成了 镜头的预拍摄 这样就能有序安排 2600个视效人员 按部就班地完成这些镜头 也就是说我们在正式开机 拍摄真人的演员之前 我们就已经把所有的镜头 列出来了 预拍不是一个新技术 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 新的组合方法 除此以外 我觉得这里面最先进的 可能是5G的技术 我举个例子讲 就在拍摄的现场 我们都是可以彼此看到画面的 这样我们就比如说 演员要到底看哪 天上飞机站哪 一往哪转 怎么去打 比如5G我们都是全用上的 所以你看到的两个 很接近的镜头在一起 它其实不是在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空间拍摄的 以战斗英雄为原型的角色 是张毅饰演的张飞 这一角色 以志愿军高炮手刘四 等一系列战斗英雄为原型 拥有十年军旅生涯 又在大一幕上 演绎过一系列军人形象的张毅 是管虎导演 最早定下来的演员 在金城战役当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一支部队 它是守着这个金化到金城公路的这个主力部队 叫什么呢 二十四军 1997年我当兵 穿上军装第一天 作为一个新兵担子 走进部队 那个部队的番号是 二十四集团军 七零师二一零团 三影四拍一半 金刚川讲的是二十四军的故事 然后由一个曾经的二十四军的小战士 做了演员了 他来演 所以这事儿 我觉得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十年军旅 对我来讲的一个意义了 这个意义非常大 与张飞有大量对手戏的 是由吴京饰演的官伟班长 不同于战狼中吴京所塑造的全能型现代军人 吴京和张义这次挑战的是专业的高炮手 演出前 他们进行了大量的真实炮兵操作演练 我们刚进组 我跟一哥呢 我们就跟广府导演主动的领了一个任务 就是这个炮兵的训练 我跟张义呢 我们俩就是一个人带气 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在每一个炮位都能够把每一个炮位的职责 融入到我们的身体里 融入到我们的肌肉记忆里 我们做到了 我们隔了十天之后 真的得有一种小小的自信 甚至觉得 也许我们真的能将一些战斗机打下来 这片子从这个描述战争的这个角度讲 他对这个当时这个志愿军的这个呈现 应该还是比较真实的 不管是从武器 从服装 从这个当时的战场状态 应该都基本接近历史的真实 我们看武精主演的角色 张义主演的角色 都体现了这种 不畏强敌 向时而生的 这种气感 就是不管敌人多强大 腿肚子不发抖 腰杆子不下班 改于用敌人能够听得懂的语言 去和他对话 一战只战 一武只革 这是这部片子的核心 70年前 这些志愿军战士 用钢铁般的意志 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预敌于国门之外 锻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用光影明刻历史 致近英雄 正是电影金刚川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获取更多的文化资讯 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文化十分公众号 参与节目互动 不仅有机会 迎娶演出门票 或者是文创产品 还能够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 有机会和您喜爱的艺术家 面对面